今年76岁的醒吴高中前董事长顾白佑 7号中午被儿子发现在家中上吊自杀 顾怀佑在担任董事长期间 积极的发展醒吴女子足球队 参加国际比赛表现杰出 可以说是醒吴女足之父 但是他在辞去董事之后 被控和侄子挪用学校公款高达156亿元 被高等法院判刑7年 再加上他罹患大肠癌糖尿病 疑似酒病厌世上吊身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